这位玩家起来之后呢 可以简单地做下自我介绍 并提出您想要问的问题 每位玩家呢 最多只能提问两个问题 我是来自北京 薛2008的 然后我提一个比较 日常使用方面的问题吧 就是说 我们平常用到的门派技能 其实不算多 但是有时候打天地什么的 用特技还是挺频繁的 有没有考虑把特技 加入到快捷键去使用呢 这样子我们操作上面 也会简单不少 这是比较日常的一个问题 谢谢 好的 我听得不是特别清楚 你的问题是 特技能否透到快捷键使用是吗 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一些技术 需要一些技术支持 然后这个方案我们也在预言中 如果觉得你比较成熟 然后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会考虑 把特技放到快捷键中去使用 好的 来有请我们下一位的现场的玩家 来 这次我们把机会给到中间的朋友 来中间的第二位 第二排穿黑色衣服 这位男士 不用回头看了 就是你 姐姐你搞错了 这是黑色 不是绿色 我说的是黑色 兄弟你太喜欢 你兄弟你太喜欢绿色这个保护色了是吧 这个小姐姐太幽默了 回归正题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梦幻西游线下交流会的这个观众 其实我很早就想来了 但我是一个锦衣爱好者 就是基本上梦幻西游所有的那些现在锦衣我都有 但是唯独有一件 我是代表我的那些小姐妹们 像游戏策划 小姐妹们暴露了 不是 因为我玩的是女号 这个各位到老爷们你们都玩女号 这个不仅仰在梦幻西游 没什么好笑的 那个 就是 其中有一款 我不知道肯定有玩家 他们肯定提起过 就是那个二零二一九二零一九年的那个壁华锦 那条锦衣在 蛮乌尔这个角色上面啊 我觉得 我 有没有同感呢 蛮乌尔 穿壁华锦 那个白色的 有没有同感呢 他特别是拿这个拐针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后面的样子有点像个螃蟹 有没有同感 有是吧 这个我这个这个潮点 我一直就想 就想 就想 可是一直没机会 今天终于让我逮到这个机会 希望 呃 四位 游戏大大 帮忙解决一下 有时候我像我这种颜值控 看起来真的 看 我玩游戏的时候 如果说这样景音不好看的话 我会心里很别扭 啊 谢谢 你们 我给你们 给你们解答个这么大的问题 不给我一点掌声 好的 谢谢这位玩家 非常的活泼 还主动要掌声的啊 太可爱了 她的意思是说 她觉得从背后看有点像螃蟹 能否优化一下 美化一下 是无盲儿穿壁滑锦 这个景音的问题是吗 然后因为 审美这个东西呢 就是可能每个人都觉得 是不一致的 可能有的人觉得很好看 有的人觉得不好看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推出景音的理由 但是如果我们会发现这个景音 真的会 所有人都觉得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修正的 好的 来 接下来呢 我们把机会让给我们右手边的朋友啊 来看一下 好 我们把机会让给更多的朋友啊 来右手边黑色衣服的那位戴眼镜的男士 你好 其实我站起来主要是想要周边的 至于那个问题嘛 我想了一下 就是在我们看戏 还有奇遇的时候 那些很多那个动画呀 虽然做得非常的唯美 也特别的好看 但有时候 个人感觉吧 看看有没有 也能够添加一点那个跳过的功能 好的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 你的问题是 就是那个其他和看戏的动画 是否增加跳过的功能是吗 对对对 你可以 你应该可以发现 在我们最近的新玩法过程中 除了第一次以外 第二次有时候会有跳过功能 并且一些动画会表现力比以前更强 因为这些是我们一步一步在尝试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在 让更多的玩家接触到剧情的同时 也能就是不影响了其他的玩家 对 我们慢慢的尝试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的 感谢这位提问的玩家朋友 来 我们继续啊 左手边 好 那位非常积极站起来 咬手的那位男士 来 邀请我们工作人员送上麦克风 好 我们左手边 工作人员递上麦克风 谢谢 你好 我是来自深圳区小梅沙的梦贼 我想问一下 现在这个问题啊 有个就是说 挖土外挂这个 很猖狂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想办法解决吗 就是我们游戏玩那麽多一年 他们就是 因为这个外挂抓得好 然后这个游戏才活得那麽久 然后 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这一个月 一两个月吧 就是为什麽场景的稀有产出 都下降了很多 能不能大大给我们解答一下 首先第一个外挂问题的话 我们这里明确说明 所有的外挂我们都是会严厉打击的 但是你也知道 就是我们技术进步的同时 外挂的技术也在进步 就是说 所以我们只能说 发现了就会 一定会打击 对 然后你说的那个场景 稀有降低的问题 其实 呃 这麽说吧 呃 自从那个场景改动之后 我们从来没有对场景的掉落率 做过任何的改动 但是呢 呃 在防外挂机制 就像你刚才说的 在防外挂机制这个方面 呃 我稍微补充一下 前面外挂的那个问题啊 实际上 根据运营部门 给我们的一个报告 梦幻的整体的挖图外挂数量 是比以前减少了非常多的 那你既然会提出的问题 可能有一些情况 我们是没有关注到的 然后我们也非常欢迎 能提供一些相关线索 帮助我们继续打击外挂 对 然后你提到的另外一个 就是那个场景的一个概率 这个其实我们是没有做任何改动的 然后也希望能提供一些 对应的服务器账号 然后跟我们查证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bug 那个场景的那个问题 我补充一下 就是是这样的 呃 我们会对一些 呃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行为非常极端 或者说我们 啊 或者说就是 疑似利用外挂的 外挂的一些账号 对它进行一些 就是所谓的场景 所谓的呃 奖励的降低 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账号 会出现这个所谓的感觉上的 这个奖励降低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受到了这个 错误的处罚 你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客服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对正常玩家 是从来没有调整过场景 稀有怪的掉落概率的 对 是这样的 好的 来看一下我们中间的玩家朋友 好 中间最后一排 穿红色衣服的那位女士 来 有请 我 我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最近这个风妖掉环的概率 感觉被暗改了 这个是不是可以解答一下 我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最近这个风妖掉环的概率 很高的问题 如果我们再看见一个新任务 然后说不定今天你回去再试一试 发现会连掉了好几次环都有可能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你说你是一个龙宫玩家对吗 然后发现在有的玩法里 感觉自己可能会比较鸡肋是吗 就感觉就是自己可能 最后被选择了被迫挂机 对对对 他出手太慢了 然后所以我只能挂防御 那你是全队最慢的一个吗 龙宫号吗 龙宫号不是全队最慢一个 但是比顾伤肯定是慢很多 出手速度慢 我觉得你动画 以前动画时间太慢了对吗 对对对 他动画比神木林要慢很多 然后化生寺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 对然后这个问题 我们一般会从两个方面来解决它 就第一个我们推出各种各样新的玩法 就是发现有的有玩法 你会发现龙宫非常非常强 就这个玩法里就是 大家觉得必须要组一个龙宫 我要一个龙宫好朋友 感觉非常得意 第二个玩法是我们确实会去 复合以前的老玩法 因为门派要不一定的变化嘛 然后复合以前老玩法 看每个门派在每个玩法中的表现 是否正常 然后出现不正常 我们会慢慢去进行修正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出 有没有想法说出一个梦幻的彩蛋 让这个用心钻研游戏的这个玩家得到乐趣 比如说天下使军去找地厅鉴定的任务 永远只能等待NPC想要的价格低于五万 否则去找地厅就是去死 不死就是让NPC的好感度降低 你说那个地厅的鉴定任务是吧 你希望有一些更多的乐趣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 而不是说现在难度太高 如果是难度问题的话 难度是根据奖励挂钩的 这个我们是演算过的 但是你说如果想要更多的乐趣的话 这个我们是可以考虑后期优化的 就是因为一个任务你一旦刷了很多次之后会失去乐趣 这个我们会通过后续的不断的调整 让玩家获得更多的乐趣 这个是OK的 对因为我本身是那个舞开玩家 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那种单开的活动 你说想做吧 但是又很耗费时间 就感觉单开的这种乐趣也体会不到 关于彩蛋这个问题我稍微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之前在做一些玩法设计的时候 是有意的设计过一些玩法的一些彩蛋的 不管是单人玩法还是多人玩法 其实都是有的 其实这些彩蛋经过我们观察 很多还没有被玩家发现到 所以你可以更多的去探索一下很多玩法 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 就是我们燕塔地宫玩法里面有很多的彩蛋 什么玩法 燕塔地宫 好的好的 好的感谢这位提问的小姐姐 来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玩家朋友 好我来看一下 我们把机会让给更多的玩家朋友 来看一下我们后边的 看看 好那位站起来最后一排穿白色衣服的这位男士 我是一个广东二区万绿湖的一个175玩家 然后我有个问题就是 在我们高等级的有很多的门派都已经快灭门了 比如磨方寸啊 磨天公啊 还有一些像力武装这类的都比较少 可能像磨天公在改版之后 在一些比喻我啊之类的玩法中有一些作用 但在任务中几乎没有人会组 然后我在想 这样的调整是不是很不平衡呢 有没有考虑要加强一下这些 目前都快灭门的这些门派呢 这样可以丰富一下我们的玩法 对嘛我觉得策划不应该只在策划锦衣祥瑞 就这样 我理解你是说有部分少数就是那太冷门的门派 你感觉平常都没有遇到过 你希望加强他们对吗 对就是在任务中 比如像磨方寸对吗 还有磨天公几乎都不会有在高等级的 其实在我们这后台数据中监控中 其实并没有一个门派达到你说的灭门这种程度 当然我说的不是十个二十个这种 其实有一定可观的数量 当然会有一些门派不太适应在 就是在一些比较抓鬼来可能这种任务 可能会表现没有其他门派那么出色 对吧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会把一些门派 让在各个活动中都会有自己的定位 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 你在平常的日常活动中会遇到 比如说磨方寸啊 磨天公啊这种门派 然后我们也在逐步的思考 他在平常的任务中到底定位是什么 就肯定不会是一个简简单的 跟能够一样强啊之类的 对 他可能会有自己更独特的特色 那你们的数据是不是只是检测到了 比较低等级的像一些磨方寸的玩家呢 因为像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就是低等级可能磨方寸啊 磨天公啊非常多嘛 就是我们会有非常全面的数据 会非常仔细地检查每个等级段 每个流派 就是不同的玩家到底会有多少 我们会有这种监控的 这你请放心 我们是专业的 好吧 那可能 我玩的是假梦吧 但是我们确实在努力 希望你以后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队友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也不是我想遇到这个队友 主要是我觉得 我自己的号就没有人阻我 好吧 你是一个什么派我可以问一下吗 我是那个磨天公 我在想能不能加强一下 175的磨天公 几乎没人好吧 因为我很少碰到 就跟我一样的磨天公能刷任务的 很少 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数据说在后台看到的 就是说还有人在玩磨天公 我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磨天公这边是吧 磨天公你可以看到上次我们给磨天公加了一个全魔幻唯一的秒六的技能 然后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个小消息 就在这四月条中磨天公又会有一个新的技能 你可以期待一下到底是什么 好的 因为那个技能其实我知道 就是我觉得对于刷任务也没什么用 对吗 因为我不可能第一回合先起个buff 第二回合再秒六 那第二回合只剩一个怪了 我还秒六干嘛呢 是的 你肯定不会一个技能在所有环境中都有用嘛 对吧 但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推出各种各样的环境 使你的技能变得有用 或者推出各种各样的技能 让你在一个环境中起码有一些技能可用 对这是两个方向 我们都在同时的努力和尝试 反正磨天公你放心 我不会忘记的 好吗 好的 谢谢 好的 感谢这位提问的大兄弟啊 来我们看一下中间的朋友 好 来 有请我们中间那位穿牛仔衣的这位小姐姐 车华大大好 我是代表花样年华全区的希望来问的 就是我这个花样年华是一个现实区 然后全服务就只剩下一个现实区 能不能让其他服务器一起并入现实区啊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区已经达到了 人和人相互认识的境界了 就是这个人我认识 那个人我也认识 就是大家都相互认识了 没有新人 然后班长来来去去就那几个 你的问题是花样年华能不能有更多的区 并进来是吗 或者再开一个新的现实区 养几年然后再何区 现实区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玩法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最后不会希望别的区并入你们区 可能会对你们去造成很毁灭的打击 然后但是我们确实觉得这个玩法是有价值的 我们会思考更多的让你带来更多的新朋友的设置 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把其他区并进来 那能再开一个新的现实区吗 这个可能会在考虑中 就是我们会考虑到底是否适合开一个新的区 但是我们会想想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你有更多的新朋友 这个目的我们领会到了 这个全区的希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点飞行的时候 他那个能不能一边飞一边走 他因为飞起来的时候 就在那里停停停着 我好担心 后面的队伍追上 不好意思我听得不是很懂这个问题 麻烦再重复一遍 就是你点飞行的时候 他有三秒要飞起来 他才会动 就是你飞行的过程中是一个锁定的三秒钟 然后担心被别人追上是吗 对啊 但是你飞行的时候可以绕近路啊 别人跑路的不能绕 但万一你就在平地上飞行呢 那人家就不就追上你了 你在平地上飞行 为什么呢 就是你从普通的那个陆地状态 切到飞行状态的时候 你需要一段时间 别人也需要这段时间 不要怕 但是你飞下来的时候 他又不需要停 那你飞上去为什么要停 它实际上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飞行状态和陆地状态 本身它是两种就是寻路的状态 所以在切换的时候 一定会在你当时的陆地的那个点进行切换 而不能说是边移边进行切换 当然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后面去找程序预言一下 如果可行的话 是可以考虑优化的 那之前现在的这个就是 我刚才说的这个原因 因为它是处于两个不同的状态 切换状态的时候 不能发现位移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我能不能打一个广告呀 能不能大家关注一下我 网易大神的账号 花了你的花 鬼鬼鬼鬼鬼 听说打广告 要把这个口罩摘下来打广告 效果更好哦 我是不是很懂玩家 惨得臭 不要了 没有啦 这么可爱的罗莉音的小姐姐 大家赶紧去大神关注她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 谢谢 好 来我们接下来看看 还有没有玩家想要提问的 哇 我们左手边看来 已经等了好久了 那我们 把机会让给 好 我们先把机会让给左手边的 来我们先看一下 好 就中间那个站起来挥手的那位兄弟吧 他已经等了很久了 最多只能提问两个问题哦 好 就终于问了 我是燕照风云的 然后我也是在二月初玩了东海渊 应该是现场有一数不多的东海渊玩家吧 就是我是69级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门派有几个问题要跟策划交流一下 我也先总结了 就是第一个点就是 关于东海渊的伤害的问题 就是我可以看出策划 那个设计经脉的时候 第一个技能就是 那个僧罗万象加强了嘛 但其实在实际任务中 僧罗万象的伤害是跟重制式是一样的 所以那个经脉约等于没有 然后我是69级 我法商大概是1250 我跟同法商的其他法系秒 秒的数据差得很远 魔方村就不用比了 他本来就是任务门派 但是跟魔王还有跟其他门派都是差得挺远的 而且你们虽然说东海渊是不分零的 但其实他在秒三的时候已经先分零过了 所以他的伤害很低 所以在任务的时候可不可以考虑稍微改动一下经脉 比如说因为东海渊进场是有五成的梦魇 能不能说进场的时候变成零 这样的话会好一点 就我建议是经脉改一下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东海渊的那个青蛙好像有bug 就是我因为我经常打 最近一直在打那个检疫的PK 就是我们线下有一个检疫的PK的群体 然后大家经常在打建会 然后我发现我经常用青蛙去亲宝宝的时候 那个宝宝特别容易绿 为什么呢 我们也讨论了一下就是 因为他青蛙是有境界的 然后境界越高的时候 他不是会跳很多次数吗 但是可能在跳两次的时候 那宝宝已经死了 那后面的五次他可能就判定 可能会单独判定那个神 所以那个宝宝很容易绿 这是第二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看一下 每位只能提问两个问题 就只有这两个问题 所以我希望就是 我特别希望就是大家交流一下东海渊这个门派 因为我能感受到这个门派出来还需要很多的调整 所以就是我希望策划多花点心思 因为这门派任务实在是太垃圾了 谢谢 然后大家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 简易PK69集的 谢谢 感谢这个玩家对东海渊的那个关注 然后我来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 首先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的那个东海渊进入战斗的时候 他带有五层的梦魇 这个梦魇能不能清零 这个进入战斗有五层梦魇的设定 其实是为了防止说 这个门派在一些任务中过于强势 因为他 因为你也可以知道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门 那个技能机制就是 每回合都会让自己下回合变得更强 那如果说他挂机的话 连续挂四五回合 他的输出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如果没有这个五层梦魇的限制的话 那他在大多数的一些挂机玩法中 都会有着非常爆炸的一个输出吧 所以说这个限制 其实是为了平衡效率而存在的 暂时是不会考虑去掉的 然后第二个你说 这个门派整体的技能强度问题的话 其实这个门派的技能强度 在放置之前是经过严格的计算的 根据 不管是69级还是109级 还是其他109以下的一个等级段 跟其他各个门派在同等零力 在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PK玩法中 他的一个伤害是经过严格的计算的 那你之所以会感觉他可能比较低 可能是因为这个门派本身有一个续报的机制 就是只有他在境界比较高的时候 他的造成伤害非常非常的高 而这个造成很高的一个伤害的话 是其他的门派所无法比拟的 所以也可以看作是这个门派本身的一个特色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 这个门派其实是并不弱的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说的那个bug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青蛙伤害结算呢 是因为他每一段的伤害都是独立的结算的 如果他假设是这回合有五只青蛙造成伤害 假设第二只就把那个对方给打神了的话 确实是他会先神 然后后面的五下会正常的继续造成伤害 所以你在看上去的时候是先滤一下 然后继续造成伤害是这样的 但是他的血量是被合并掉的 所以说这个门派在整体上来讲 其实他对于神佑跟其他门派的机制是完全一致的 并不会说这个门派更容易触发宝宝的神佑 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好的 再一次感谢这位提问的玩家朋友 那机会来到我们的中间 好 那位抱着娃娃的小姐姐 谢谢 来 又请 大家好 好难哦 我想问的是现在口袋版每天的任务太多了 能不能出个一件就是扫荡的功能呢 别笑啊 小琪 不是 我笑不是在提你 不是在笑这个问题本身啊 是说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我们是把酒魔带来了 他就是负责设计东海渊和口袋版 所以刚刚那位玩家 我回答东海 问东海渊的问题 我就很庆幸我们把酒魔带来了 好吧 我继续问 然后可以增加一个队长举报机制吗 就是如果队长举报队员在主队过程中有恶劣的行为 然后经过核实后可以取消队员过去的奖励 然后补偿给队长 第一个口袋版的问题我先解答一下吧 就是非常能理解你的这种需求啊 就是但是我想你说的这个一键扫荡的这个功能 我想大概应该是在每天刷一些副本的葫芦 或者是其他的试门葫芦的过程中是大概是这个需求吧 这个功能的话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之前因为你如果是经常往口袋版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们口袋版葫芦是有一个集市功能的 那如果说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个一键扫荡的功能放出去的话 如果玩家每天上来点一下 直接就可以领到一个比如乌季国的葫芦的话 那其实可以显然的想到在集市上的那些葫芦会瞬间的大幅度变值 那这样的话对经济系统造成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干扰的一个改动的话 我们其实是非常谨慎的 但是你的这个需求我们是可以考虑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解决你的这个需求 但是可能不是说很简单的出一个一键扫荡的一个功能 对 我好优势 现在戏票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之前就是存起来的那些怎么办呢 就可以让我们继续把它花掉吗 戏票的话应该是在我们迭代的时候 留了一段时间给玩家去消耗的 那如果说过了那段时间的话 确实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消耗 这个我们回去再考虑一下再看一下 但是整体的话这个其实我们之间的设计目的就是那样的 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游戏 就是很多人在梦幻里面看到有一些宣传那种黄色的信息 然后每次想举报它的具体原因又要去网页登录 然后很麻烦 很多人就懒得去这样举报 但是真的很影响游戏的环境 就是可不可以在游戏里面直接举报 然后更方便 这个可以 我们会后续优化这个举报机制 然后欢迎广大玩家来狙击举报 对 好的 我的问题问完了 谢谢 好的 好的 每位玩家最多只能体会 我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真的 看在你那么可爱的份上就让你问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 其实游戏里面女生的景仪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男性的景仪说真的真的丑得一塌糊涂 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去优化一下 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男性玩家还是挺爱美的 特别是大老虎也有很多女性玩家玩男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真的很重要 好了 我问完了 谢谢 对这个 这个男性景仪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注意到了 就是我们发现了很多广大爱美的男性玩家 对 我们已经注重到这个问题 然后后续会不断的推出男性玩家也喜爱的景仪 对 好的感谢这位提问的玩家朋友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线上的玩家朋友 因为我们线上的玩家朋友们也是等了好久了 接下来我们写到我们的官网专题的提问墙中来抽取问题 来 有请 来 我们来抽个问题 来回答一下我们线上的玩家朋友他们也等了很久了 嗯 喂 然后我来回答一下 这个叫最下面一个润玉的问题吧 然后今年会推出新闻派吗 目前应该不会 没有这种考虑 然后考虑过DGD富兰 好过多的问题吗 这个会在监测过程中了 但是并没有定位它有问题 然后模组女物理会出吗 这个问题 可以说出也可以说不出 这是一个很模仁两个的答案 但是模组可能确实会有一些物理系 女物理系 以新的形式向大家见面 然后最后一个是 人物吃修炼果在每天上线 是否提升一下 这个目前是不会考虑的 好的 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 线上玩家提出了怎样的问题 我们线上的玩家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 我们要耐心的来挑选一下 你没有特别希望回答哪个问题的吗 第几个 鲨鱼 鲨鱼以后绝版了吗 鲨鱼永远不会绝版 够吗 这个回答 还有其道吗 你们就关心这种问题啊 真的 真的是 自动 在哪 第几个 这哪里有个自动啊 我操我这个姿势有点累 好友系统是否能够将好友通过好友度排列是吗 是这个 这个其实可以考虑 应该 对 现在的好友系统其实是按照在线 好友是否在线来排序的 如果加入好友度排序 我们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回去我们可以仔细地研究一下 没问题 盘石洞在哪 请加强盘石给盘石一个多秒的技能 或者让天龙帝王秒五或者秒七 如果改成秒十大家会满意吗 但是我们确实会给盘石洞更多新的玩法 这是可以确定的 第二 盘石洞加强了 听谁说的 没听见 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他说这个玩家问能不能减少NPC对话框的数量 切近战斗要点很多下才能操作 然后能不能对话框就一条就两条就好了 其实NPC的对话框的话其实是 一部分是能够承担一些 就是向玩家传达一些我们文案的一些内容的一些输出 所以说是我们也不希望我们每天玩家进入游戏就是点NPC 然后进入战斗然后出来然后再领任务然后就会比较会比较单调 所以说更想让玩家有一些文案上的一些体验吧 那这个这个体验如果说是过于影响玩家的一个操作的话 后面我们会考虑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优化 但是这个文案的数量的话 我们可能不会说是简单的把它砍掉这么简单 谢谢大家